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欣泰,福仁大学日文学,何欣泰 这个单元我们要讲解的是日语文法,一名词,第六种分类,动作性名词与状态性名词 好,什么叫做动作性名词呢? 动作性名词只含动作性质的名词,它有动作性质,这些名词 它后面可以接スル,然后转类成所谓的杀辩动词 这类杀辩就是スル,动词,スル我们叫杀辩动词 这类动词在词典里面多有清楚标示 也就是说我们查词典就可以知道它是可以加スル的,是杀辩动词 基本上以汉语加スル的例子比较多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老师举的例子 比如说合语加スル也可以 アドバライスル,事后再付钱 早起,这是合语,然后也可以加スル 还有ガライゴ,外来词也可以加スル アイトリングスル,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同学不知道的话请查一下字典 然后有关于车子那一方面的事情 プレゼントする,这应该没有问题就是送礼物 イセゴ、ギタエゴ 这所谓的中文的所谓的撞声词也可以加スル ドキドキスル 就心里面扑通扑通的在跳啊 骑上趴下的意思 近スル,它可以写这个也可以写カタカナ 我们用电那个微波炉 在微波东西的热一下 那日文叫做近スル,为什么叫近スル呢? 因为它好的时候会近,会叮叮一声 然后在以前的话是近的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女生词就留下来加スル 所以请人家近視でください 就请热一下,用微波炉热一下的意思 好,我们刚刚讲最常见的是 以汉语加スル的例子最多 那我们放在最下面 爱读する,爱看的 研究する,研究 是害死了,所崇拜的 好,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不声美举啊 来,接下来 刚刚老师说,你查字典就可以知道啊 比如说,哈梅姿 这是汉语,对不对? 然后呢,它可以加スル 是的,好的字典会告诉你 这是三神堂的新名解雇语字典第七版 三天宗雄先生所主编的哦 那它会告诉你,哎,这是スル 所以查字典,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它是不是动作性名词 请查一下字典 这里我们举一下例句好了 早起,我们刚刚讲不是吗? 早起,然后呢 助金区する 这个外来词也可以接スル 慢跑 猫带をプレゼントする 送理由 送什么呢?送领带哦 那我们刚刚讲的 禁スル,对不对? 电子连机で禁スルでください 请你用微波炉 然后呢,微波一下 接下来,彼女を見ると 胸がドキドキする 这个都是我们刚刚提出来的例子哦 那看到的女孩子的那个她啊 哎呀,可能喜欢她 长得非常漂亮啊 寝室美语啊 寝宝寝国啊 胸がドキドキする 那心里面就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或者是 噗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在跳 那这个是你太子 噗咚咚咚在跳 日本語学を研究する 研究日语语言学 那正确的中文应该是日语的语言学 就是日语语言学 而不是日本语学哦 不要这样子直接受到汉字的影响 是日语语言学 语言学上面的一个分类 专门研究日语的 所以科学性的方式来研究 日语的这种学问 我们叫做日本語学 日语语言学 好接下来 动作式名词 其实会让我们混淆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可不可以分开加哦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的研究する对不对 日本語学を研究する 能不能变成日本語学 然后呢 那个研究する 可不可以变成研究をする 是的 一个是O的问题 第二个是No的问题 可不可以改成这样的说法 好 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有点难度 同学在这里 最好头脑 让他稍微沉淀一下 老师要看学讲解了 有点难度 它会按照动词的 它是不是自动词的用法 还是它动词的用法来分类 那自动词的用法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前面是主语 先不管它 这个是可以移开 可以替换成 可以换讲成 变成 Oする 然后如果他动词的话呢 O这里可以改成No 我们 等一下再详细的说明 请同学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往下看了 好 怎么样才知道 它是不是有自动词的用法 或他动词的用法 如果你不确定的时候 一样找字典 我们刚刚不是讲 Hamez这个 汉语 两个字的汉语呢 它可以加 する 是杀变动词 就是属于动作性的动词 破灭 灭亡的意思 然后这里又告诉你了 自杀 是的 这里的自 就是自动词的意思了 OK 自动词 然后杀变动词的意思 所以好的字典会告诉你 连这个都会告诉你 好了吗 那如果你的字典 你们现在可以确定一下 自己的字典 比如说找Hamez这个词 然后他有没有自杀 对不起 不是叫你做这个动作 不是 有没有自动词 然后杀变的这样的用法 如果没有的话 老师 可以建议你换一本比较好 好 所以我们先把重点放在 が 不是 可不可以变成 o把它分开 就o 放在 这里 vn的意思 就是所谓动作性名词 因为这是动词 这是名词 那动作性名词 我就用vn这个符号来代替了 vnする 好 可不可以加o在里面 怎么样来分呢 分为有意志的 意志性的自动词 这也都是自动词哦 跟无意志性的自动词 如果是有意志性的自动词呢 可以变成 o在里面的这种讲法 也就是说像 帰国する 我们要回自己的国家 当然是意志性的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意志才会做这个动作 这样子来理解 比较简单 彼は日本から帰国した 他从日本回国了 然后也可以讲成 彼は日本から帰国をした 两个句子意思一样 因为帰国 它是意志性的动词用法 帰国する 所以是可以把o加回去的 帰国をする 可是 与此相对的 无意志性的动词 就是非意志性的动词 像什么 はめつする 人类会灭亡 那不是 我们自己要灭亡 就变 让它灭亡 是没有意志性的 因为人类就灭亡 为什么呢 かんぴょうおせんが すすめば 如果整个环境污染 再进展下去的话 再严重的话 人类就会灭亡 那这 はめつする 就是属于 非意志性的动词 因为我们不是 想要这么做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一般的理解是这样子 语言我们讲一般 所以呢 这里打叉这个句子 我整个还画一个 横杠 把它杠掉 它不能o在里面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属于 意志性的动词 但是还是得确定一下 因为自动词 是这样子的 它动词的话 基本上都是有意志性的 它们的问题是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 它动词的部分 它动词的问题点在于 o 然后加这个动作性的名词 可不改成no 来连接这个动作性名词 再加o する 一样 能不能加入o 然后呢 前面这个o 改成no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先看第一句好了 Ka先生は何老师 日本語学を研究している 他在研究日语言学 我们刚刚讲过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可以讲成 言い換えられる 言い換え 可以这样子讲成 Ka先生は日本語学の研究をしている 好 这里不一样 同学注意到没有 第一个o能不能加进去 然后呢 前面的o 就要改成no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以有两个o 所以我先讲解一下 一个句子不可以有两个o 因为它是同 尤其是同样性质的o 都是表示这个研究的目的语 然后している目的语的话呢 这是犯规的 在日文里面 这叫犯规 这叫o格的重复 这是不行的 这是题外话 所以我们先把它杠掉 好 回过头来 其实 什么样的动词 什么样的它动词可以这样子来使用呢 它意识性的动词 其实一般的它动词都意识性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还需要符合另外一个条件 这里的de 这个条件也需要 前面这个需要 后面也需要 它是属于有持续性的 就是不可以中断掉的 它是持续性的 比如说研究 老师做研究 今天做研究 明天做研究 青年做研究 明年做研究 后年做研究 有时候退休 还是得去 去做研究 所以呢 它有持续性 然后它是意识性的动词 老师想做研究 才做研究 对不对 所以符合这两个的话 就可以改成这样的句型 也就是说 这个句子 可以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 O加进去 然后呢 前面O改成の 日本語学の研究をしている 这是同学 一般比较 不是那么理解的地方 好 如果 它两个条件 都无法满足 无法满足 两个条件 它只有其中一个 反正只要犯了一个 就不行了 所以 的话 就不行了 无一持续性的动词 或 没有持续性的 这样的持续性性质的动词呢 就不行 像中断 中断当然是没有持续性嘛 所以呢 心意を糾弹する 中断审查 它就不能改成这样的讲法 那不可以讲的 我就不念了 这个一样 我们把它杠掉 这里 不好理解 但是 请同学注意一下 这算是 有点 高阶的 魂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状态性名词 状态性名词比较简单 因为它 不多 状态性名词指的是 意义上持有 状态性质的名词 这里 它可以接受 程度负质的修饰 所以有两个 重点 需要注意一个是 它是持有状态性质的名词 然后接受 程度负质的修饰 量不多 我们直接看第一句号了 あの子は少し子供だ 那个孩子呢 会有点孩子气 这里的子供だ 相当于幼稚だ 幼稚だ 这个幼稚 幼稚啊 其实是形容动词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幼稚だ就好了 所以呢 あの子は少し幼稚だ 是OK的 因为这是副词 少し是程度副词 可以修饰用言 那这里幼稚だ 用言是形容动词 所以是OK的 这里很特殊 它副词 修饰名词 那同学也可以当例外来处理啦 就是状态性名词 它量不多 可以 那我们可以讲少し 中二 中二 我们台湾现在不是想讲的吗 那那个人有 那这个人才是中二啊 中二知道意思了吧 年轻人 好 这是笑话啦 对不起 日本可能听不懂 来第二个 这也是名词 但是呢 它是带有状态性质的名词 这里相当于 很偏僻啊 有点 哎呀 这里有点偏僻啊 这也是程度副词 所以呢 也是形容动词 如果把它改成 这样的话 副词来修饰形容动词 就没有问题 那这里的 也就是说老师再整理一次 kodomo kodomo 跟 inaka ma 在文法上面属于 状态性质的名词 就是状态性名词 它可以直接接受 程度副词的修饰 这个当例外来处理 就好了 因为它量不多 所以整个如前所述啊 动作性名词数量比较多 尤其是 汉语加死路的 这种方式呈现的比较多 而且不少 相对的 可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 状态性名词则比较少 那在这里 为什么会一起提出来 因为在动作性跟状态性 两个是一个相对观念 所以老师在这个 日语的名词分类上面 把它归为第六类 一起提出来 但是它的量其实不成比例 并不均衡 这也请同学注意一下 以上是这个单元 我们要讲的内容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我是何清泰 晚安 祝你好远